各位观众老门大家好呀 我是白菜 但是今天我们讲的是我的一个朋友 韭菜的故事 最近不是年底了吗 他们年终考核结束 公司给他发了12个月的绩效 他非常开心但是并不知道这个钱怎么花 于是呢托我帮他把钱全部花掉 花的干干净净的 于是 我就帮他安排了一下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不说话了 大家沉浸式的感受一下 我们下期待的时间 欺負的傀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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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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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了 有钱人的生活就是如此的朴实无华且枯燥 拜拜